习惯啦 反正做完事情以后就把它变按钮 以后就按下它就好了 事情就搞定了 那这里大概怎么做 就类似像这样 然后把它清除 两个按钮 OK就这样啊 里面其实说真的程式不多啦 你可能要知道它的规则 它应该要怎么产生的流程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两个按钮 那个两个按钮可能就需要两个sub 两个sub加之后的话 你就把程式写在sub中间 那sub写出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建成那个这个按钮 实体的按钮 然后就完成我们程式的写作方法 其实 大概写这个 如果你写的流畅的话 大概 大概三五分钟就写完了 可能还更快一些 真的 我刚刚就是花一点时间 其实也真的不难啦 只是说 我觉得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假设我们从无到有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完全空的 如果你今天希望做出像我刚刚那个结果的话 第一步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先把你的visual basic叫出来 那这个我们前一次上课有讲到就是说 在你的上面有个箭头 所以这个箭头 因为我不确定是每个同学都有上过入门班 所以我们还是会 把一些东西 还是把它讲一下 因为有些 因为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有的同学有上过的同学没上过 这当然如果大家都上过 再来上 应该会比较 简单一点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该不知道该顾哪一边 大家比重 谁多谁少 我也不确定 所以我们就取个中间词 反正我就再会讲一下 那前面上面的部分 如果你的版本 是2010以后的版本 那动作呢 都会一模一样 就是从上面有个箭头 其他命令 找到那个制定功能区里面 会有一个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 你一定要把它打勾 从这个地方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那如果你的是2007的话 你可能不是找制定功能区 上面有个常用 所以你如果2007好像大部分同学 最多版本是2007 你就上面有个常用 常用按下去有一个什么 开发人员标签吧 你就打勾啦 反正它方的位置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2003的话 那它本来就已经有了 所以你也不用打勾了 它好像在工具里面就有了 不过如果太早期的版本 你来上课可能比较辛苦 因为画面都完全不一样 我建议就是至少你要2007 以后的版本会比较恰当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 在点选 你会出现开发人员标签 里面的话就会有个video page OK 所以记得啦 以后如果你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开的话 基本上呢 你就准备要成为一个 开发人员 不然的话你干嘛把它打开 还有呢 如果你 办公室同事里面 如果有开启跟没开启 其实是 不同的label 对不对 因为你开的话 表示你会嘛 不然你干嘛开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不会要假装会吧 就把它开着 你看我已经有这东西 对不对 至少你上 真的啊 我一般外面上课 很多同学问他说 你为什么来上我的课 他说 因为身边的人都会成事了 没有人不会成事 所以他 会有压迫感 他身边 太多都有按钮 人家按下去就好了 你慢慢弄慢慢弄 对不对 感觉其实就 就完全是被比下去的 那种状态 所以基本上 还是要 基本的能力 我是觉得 他并不会太复杂 而且其实是还蛮有 如果你会用的话 还蛮有成就感 因为做出来你会发现 就跑一下就全部ok了 所以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全部都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 甚至是所有的报表 自动按下去 图跟表全部自动产生 那你自动把它输出去不就好了 这感觉其实就会快很多 所以再来的话 接下来就是 把Visual Basic点开来 那里面怎么写 我再从头写一遍 所以 基本上呢 第一个你可能要 在你的 左边这边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模组 然后先把这个模组 先砍掉 其实 把它 先移除掉 假如说我现在跟各位一样 什么都没有 我们从头再来 基本上呢大概真的三五分钟一定可以把它搞定 那我们写两个按键 所以会产生两个SUB 那怎么产生SUB 第一个 一定要先按右键 插入一个 模组 OK 一定要一个模组 基本上呢 你如果未来要写VBA的话 请记得你的程式 是 写在模组里面 特别注意 你不能乱写 因为有很多人乱写 写到哪边去 写了他找不到 OK 所以记得啦 你其他可以不用记得没关系 最重要要记得就好了 VBA 写模组里面 OK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把程式呢 写SUB 那SUB怎么增加 最简单的方法上面有插入程序 那其实程序的话呢 里面就会有哪些程序 哪一种程序 我们要的就是 第一种SUB 那我比如说我增加两个按钮 这个不用改 你直接给他名称 按钮名称呢 我希望他叫做清除 我先把清除写 写上去 清除 清除之后都按个确定 那清除的范围在哪里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从D栏 然后到哪里 到N栏 所以你这边建议是 VBA 可以把它缩小 浮动在上面 为什么浮动 因为这样子 看 会比较清除 你可以拉来拉去看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要清除 清除的话 我们是范围是 跟他讲一下 我要清除的范围是 for i i就是一个变数 叫列的变数 等于第几列呢 我要从第2列 你帮我清除清除清除 清除到哪一列呢 我砍错向下 252列 我知道252列 所以我就 把这个数字呢 填到 空一格 2 252 意思就是说呢 跟他讲说 我要 在 2到 252之间 帮我做跳动 OK 这是一个范围 for回圈 for指的是 重复做的意思 重复做呢 在人脑 其实是 没有这个指令的 可是在电脑里面 他却很强大 而且他不会做错 而且也不会厌防 你叫他做100万次 他也是做100万次 他不会跟你说 很痛苦 或者做错 眼睛很花 不会 他就是一直做就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是建议你交给他 因为 重复做什么事情 人 很厌倦 但是电脑 不会 电脑的专长就是做重复的事情 OK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重复 一直不断 重复的话 你就是 用给电脑做 然后中间写什么呢 我按个TAB键 TAB的话就下一阶了 所以这个每一阶按TAB键 那做什么呢 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清空 储存格在Sale里面 VBA叫Sales 就储存格 刮符之后跟他讲 他会先问你说哪一列 第i列 因为i会变动 第2列第3列 哪一蓝呢 那我就 给他叫做 D蓝 前后记得加双语号 蓝的名称 如果你用D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前后双语号的文字 那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你可以写4 数字也可以 他用文字也可以用 但是因为如果你用数字的话 以后 N的话 哪一列你可能要算 N是多少 ABCDL 算了 算了 刚才用N好了 所以为什么用 那个文字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比较好 理解 那如果你要丢什么东西给他的话 等于后面就是丢什么给他 丢没有东西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把没有东西丢给他 丢进去的意思 然后呢 Enter一下 因为我要从 D到N 所以里面的话 你就是 Ctrl C 然后 E Enter F G H I J K L M N 好了 OK 那你就分别了 把这个栏位名称 把这个栏位名称改一下 改成 E F 就是一样的流程啦 不过其实 大概是注意一下那个 细节 G H I 然后 J K L M N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是清除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里面的东西就全部 就清除掉 不过 在你那个喔 特别注意喔 这个时候还不要清除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里面的公式先复制之前 我是建议你先不要 清除掉我们待会会需要 那个 黄色资料里面的东西 那请你把什么呢 这个Sub到 头尾的部分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底下贴上 贴上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把这里面的东西给它取一个名称 也许叫什么呢 叫这个 叫计算好了反正这个名称字 我们把它做 随便取一个名称好了 比如说这个 输出 给它一个名称叫计算好了 就是把上面这一段 贴到底下 接下来做几件 做第二件事情喔 就是请你把 双引号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贴 什么东西呢 贴第二列 底下的这边喔 把这个里面的公式 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记得喔 要按前面的取消 如果你没按前面取消的话 你这边切是切不过来的 因为它游标还在 那个格子 资料编辑里面 所以取消一下 那再来怎么样 把公式喔 分别的贴 贴一个嘛 然后再来就是贴第二个 所以其实 你会发现啊 在做剪贴的工作啦 OK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复制 贴 里面 就分别把这些 分别把它贴上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地方 比较简单 就是 那个 H 到 H I J K L 好像都贴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刚刚有用了一个什么 Column 减4 有没有 所以这边就直接贴 然后面的话 year 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 把那个 这边取消 然后mance再贴 这样的话基本上 就已经 离那个 最后的结果 剩一个步骤而已 最后再一个步骤 那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我让它清除的话 那怎么执行 就是 游标放在这个sub的任何中间 一行 按下上面的play 那这个play呢把它执行的话 清除看看 你会发现全部清空了 OK里面的东西有没有 从D到N 然后往下 Ctrl向下看一下 真的全部清空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要执行下面的公式的话 就是再执行一下 全部都执行 不过你会发现 全部都有丢啊 但是问题 它好像丢同样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那个 就是刚刚贴公式里面 我上面跟下面 应该这边 B2 要变成C2 C2要 变成 2 跟上 B2要变成 B3才对 2 3 4 5一直往下跳 可是我好像 露了那个跳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你最后再做一个动作 这个程式其实就写完了 就是把什么 把这里面的2 B2 B2这部分 还有C2 E2 A2 还有H2 这里 这几个的后面的2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I的部分 这边最后 因为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文字里面 它是一串的 那这一串里面 你不能直接就把I放进去 你必须先把这一串先切开 再用串接符号 跟那个变数串在一起 才OK 那 实际上的做法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最后这个动作呢 是最 容易做错 但是如果你做对的话 应该 应该就OK了 因为最难的部分在这里 那做法上特别注意 就是 把那个 2的部分选起来 然后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双引号两个是说把原来一个文字的字串 变成两个 中间呢 再两个AND 再移到中间 再放个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 串中间 这个概念有点像在 那个Excel里面呢 资料边串 串一个公式在里面 文字里面串东西 这个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因为这地方其实是最难的 那另外还有一点 AND的前后要空白 所以AND 前面空一个 后面空一个 前面空一个 后面空一个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多做什么 双引号 AND 跟一个I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可以把那个 可以把那个 这个 I串在中间 后面其实都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呢 底下的我刚刚讲 B2 A2 H2 可以不用重做 只要怎么样呢 把那个刚刚做的这一串 AND的符号 有没有就是双引号到那个双引号中间这一串 复制一下 那把它贴到 底下的这个 因为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再把它贴上 这个 其他都一样 只要看到2的地方把它贴上 全部贴完了 程式也写完了 好就这样而已 OK 那最后大家要看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清除一下 然后再执行一下 结果呢 看一下 没有问题 应该是OK的 没有错误 那表示呢 这样的结果是OK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再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重点再回顾一下 1 就先写清楚 OK应该没问题吧 这部分 清楚OK 就是 里面的结构 一定都是什么 一定都是这个双引号的部分 这里面的基本概念 一定是特别说 你那个等号 不要把它拿 拿来跟那个以前你学过那个数学的等号 化为一样 这个等号 数学是加完了结果 放 等于某个数值 在这里 等号是等于是 后面的东西 负与值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等号 跟你以前理解的等号 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等号是把后面东西 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所以为什么里面会清空 就是因为我丢了一个空的东西给他 那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我把公式丢到某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 可以自动输出的这个结果 那也就是那个等号 你千万不要把它 跟以前的数学那个等号 相类比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程式跟数学很多人为什么 程式会学不好 就是因为你包袱太重了 就是因为你那个 不是业障重 不是因为你那个等号 你就是一直把那个以前你理解的那个 数学的 那个概念 你把它 带到 程式里面 所以你会一直怎么样 会一直觉得怎么会这样想不通 特别最好一定要把那些暂时先丢 暂时不要丢掉 暂时先摆一边 所以我们基本上清除 就是把这些东西 全部清空 然后 最后的话呢 就是 第一个 清除 OK 贴上完之后 所以我这边的话贴上 然后 他原来有公式嘛 我把这边 复制 D栏的 Ctrl C 取消一下 再移动到这边把它贴上 贴的话记得是贴到那个 双引号跟双引号中间 最后呢 特别注意因为 他的那个将来 这边B2会变成 B2会变B3 你其实你这样点选就大概知道 点了之后你会发现 上面跟下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上面跟下面 不一样的储存 里面的那个 公式不同的话 那就表示 需要变动的地方 里面基本上就是这个 2的部分 我应该要把它改成I 那改成I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再移到中间 再打一个I就可以了 好那前后再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你就把 只要是里面有 2的部分 取代成 这样的东西 甚至你可以用取代 不过这个如果用取代的话 因为这边也有个2 可能这个要避开 不然的话这个也可能会被取代掉 如果你这边东东把它改成 这样的形态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以后 这里面的数字 它会随着这个I 跑一次加1 跑一次加1 它会不断的去变动 所以23456一直变动 那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我们要的 OK那我们就是 把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呢就让它去执行 但是执行的话 目前呢 直接在我们的 这个VBA 就是 城市里面执行是OK的 可是以后 如果你希望方便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旁边 空白处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 如果你要加按钮 因为最后当然 你直接在VBA执行的话 其实不方便 那记得你可以从什么 从 开发人员里面 VB Visual Basic 旁边有个插入 找到 左上角 这个 这一个小小的按钮 这个就是按钮 产生的地方 你可以怎么样 点选之后 在 空白处 往右下 按住不要放 拖拉 按住不要放 拖拉之后放开 把名称 打上去 比如说我名称叫做计算 假设这个名称 然后里面的话有个清除 就把这个再做一次 再做一个清除 这边拖拉一下 这边要清除 清除的话呢 就是直接呢 清除 按下他 这时候的话就把 慢慢的帮我把它清掉 里面的资料的话 他就循序的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做清空 然后呢清空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可以 重新再做输出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 就分别把资料给 就是清空了 清空完之后呢 如果你要再输出的话 那你可以 把刚刚那个按钮部分 再把它做 就是按下去之后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那个 结果呢 再做输出 刚刚的程式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其实云端上面 就有了 所以如果 如果 你要看 刚刚的程式 如果你打有问题的话 可以参考 目前看到有三个同学 有开这个档 上面会显示出来 如果你手机 也可以用手机 如果你 可以的话自己打出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从那个 云端上面 就是去看一下 目前这个计算按下去 就自动都全部恢复了 试一下这部分